再来关注武汉发现 专业人员的疫情 这种抗疫的精神 只能在中国出现 就是给全中国的人民 减少感染风险 放在任何一个城市 他们都愿意做出这种牺牲 and behind you know every window of these skyscrapers that we drove past there were people there's 15 million people were staying put in one place for weeks at a time to stop this disease 中国人历来抱有家国情怀 崇尚天下为公 克己奉公 信奉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强调和中共济 风雨同舟 我觉得普通民众就像一场战役当中的士兵一样 做好本质的 守好自己的岗位 我们那个时候自己的岗位就是在家里 不为这个整个抗议的这样的一个战争去添乱 但是这里在武汉 22日月的岗位 我们在家里面说 住在家里 住在家里 他們會有機會感謝武漢人 他們在演出的努力 聽到這句話就是特別感動 武漢人到了晚上都會隔空 互相打氣 和武漢加油 作為武漢人就是挺驕傲的 作為武漢的一名市民 我覺得就是努力地給社會聽見麻煩 做得足不舒服 能做的也就只有這些了 這位就是大家熟知的 北京新發地新增新冠肺炎第一例確診患者 西城大野 騎車去主要是響應政府號召 這是一點 還有一點是減少接觸 減少跟人的接觸 本身也提倡這樣 能少接觸人盡量少接觸人 那天晚上我就是想 萬一我是得病了 把別人再染上了 那多不合適 是不是 我感覺我應該配合醫生 第一時間把這些事全都說出來 那話不是天下興亡 匹術有責嗎 既然我已經感染了 我肯定不願意波及到別人 我們使用了某種子 我們使用了某種子 去示範的疫情 人 這藍索營 證明了 人們試用了 我們期待的疫情期間 人們活到每天 人們活在活動 人們活在活動 不知如此 這製埃 人們看來 顯示他 明明天又可以示出了自然症 所有其他人肯定是在家的最新的最新的地方 他和他的最新的最新的相似是在家的一边 12日 インテスト時 入口境的發展 人 reunions或做了不妙的事 在家中,家中 HAMP 平時,家中的人不と思了 每一位都要乱暗 40%的病人去除了中心 因為他們也是担心的病毒 14日,病毒是很困難的 14日,病毒很難控制 T spreading, In addition anyone's killing outdoors waiting a nucleic acid test which detects the unknown asymptomatic defections What happens if they don't take precautionary measures As the simulation pushes the shortage to stay new clusters of positive cases continue to appear This is why the public's awareness of how quickly the virus spreads and their concern to control spreads and their desire for cooperation is crucial The trust, the confidence 这些信息不是从任何来的 因为人们知道 政府有所有的策略 这就是我们看到在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他们建设两个厕所在十天天 这策略是之前的策略 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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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关系统策略 和人们 它是非常重要的 对什么成功 这关系统策略 这关系统策略 和历史的观念 是 人们看到政府 在不同方式的方式 在东西 他们不看它 不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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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种敌人 很多美国人 看政府 看它是一种敌人 但 看它是一种敌人 他们看政府 成为一种 家庭 主持人 主持人 是一种混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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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不出门的人 每个人都说你想 真的只能在中国出现 你身边有一个教育 它 离开到那组织 去年轻 还是数年龄 已经 общ了 所以 经过时 我们共产生的 社会 有兴随了 中国社会 和欧洲 是随便不同的 西方 在自己社会 定义 某度 都很大 只有一個細胞好了,整個社會才好 我就那麼想